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歌剧院依旧豪迈大手笔的带来十一档精彩节目 绝对能让爱看戏看舞听全赏乐的客观们开心满意 就在十一月 佛朗明歌王者卡勒凡即将重返歌剧院 以一个人的舞蹈 舞蹈的舞后 挑战所有编舞家都想攀爬的喜马拉雅山春之忌 精致怪奇 直探人类危险心灵的比利时舞蹈天团 批评唱 偷窥者舞团 则要用他经典的密室三舞座 爬呀爬地 爬进连你都想象不到的超现实世界 那既然要聊长得骑行怪状的舞蹈 一定要来找这位同样是骑行种的好朋友 Oysa的国际剧场组织执行长兼艺评人 魏婉容同学 哈喽婉容 哈喽 大家好 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你聊舞蹈 因为每次都可以聊得很有感觉你知道吗 很棒很棒 对 好我们现在问问看婉容 怎么看这一次歌剧院在《遇见巨人》系列 带来的这两支舞座 这次我们有两支作品嘛 第一支是卡勒凡的《春之忌》 然后第二支呢是这个比利时的舞蹈天团 《Pinkin' Tom》带来的《密室三舞座》 对我来说《春之忌》呢 它就是一个王者之风的舞蹈作品 那《密室三舞座》呢 就是奥运金牌等级的肢体跟视觉的设计 而且它都会长得让你想象不到 为什么它的身体可以扭曲或是折成那个样子 但还是很好看 没错 这个是要非常非常长的训练 才可以训练出来这样的肢体 OK OK 好 那我们先来聊聊这个 王者在领的卡勒凡的《春之忌》 其实呢有非常多的编舞家做过《春之忌》 像是大家应该最熟悉的 应该是《Pinut Bosch》版本的《春之忌》 另外像是马山葛兰姆 还有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明 他也做过《春之忌》 那像是今年初呢 在国家两厅院TIFA演出界的编舞家 Michael Key & Dolan 他也有一个《春之忌》的版本 那更别说好了 今年上半年在舞蹈空间舞团 以及海德堡舞蹈剧场 其实就有一档 由亦凡佩瑞兹编舞的《春之忌》 那感觉上 这好像是一幅风潮 就是大家都想做《春之忌》 其实不止止在舞蹈圈发生 如果大家有熟悉说 去年巨人有一档演出 叫做《兄弟们》 那档很好看 很好看 他是谁导的 狗狗 对对 狗狗 有警犬 他是谁导的呢 他是意大利写点导演 卡士铁路奇 其实他就做过一版 没有人版本的《春之忌》 所以《春之忌》 真的很多人都很想做 每一个表演艺术圈的人都想做 所以我们要来问问看说 婉容你觉得《春之忌》 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 每个人都趋之若物 想要把《春之忌》纳为自己的作品版图 我觉得第一个《春之忌》 他音乐上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 那个沙文斯基的《春之忌》 他在写《春之忌》的前一年 其实写了《火鸟》 然后他写《火鸟》 说全部人都觉得 这是哪来的天才 怎么这么会写 太棒了 是是是 然后第二年 他就推出了《春之忌》 然后全部人都傻眼 说怎么会 这个风格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那仿佛这个还不够 然后后来这个 《宁丁四季》就用这个音乐编了一支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情况 因为当时没有人想过舞蹈 可以这样子跳 先说 当时的这个版本其实是芭蕾舞剧 我们一般觉得 他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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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芭蕾舞剧 对 1913年的芭蕾 芭蕾舞剧 然后那个时候看剧场演出的 很多都是名流声势 然后穿得很美 然后进到 对芭蕾小型还是优雅 对 美 对 典雅跟高贵 是是是 所以当他们看到 首先这个音乐就有已经有点 不是他们想象的 再来舞者出来的时候 嗯 成和体统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成和体统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的服装跟 呃 妆容都很奇怪 然后他的肢体没有像 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 芭蕾卸调优美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哦 然后就会 然后当时这些所谓高贵的贵族观众就会觉得 我到底看了什么 哦 当时他们如果有IG的话 对 就会立刻发现动 哦 就会就是很少表演艺术圈 我到底看了什么 对对对 如果当时有IG的话 没错 哈哈哈哈 对 如果大家呢 呃 有空的话 可以可以到YouTube上面去找一下 其实有 后来有一个舞团 他有妇科这个版本 没错 对 所以一般我们认知的芭蕾 就是延伸啊 拉高高 然后很优雅 很漂亮 轻盈啊 美啊 对对对 这里要直啊 但是林林之一 他就是扭曲 对 然后曲折的身体 跟奇怪的角度 对对对 然后奇怪的妆 是的 是的 而且是那种很原始野蛮的舞蹈动作 没错 好 那 比较有趣的是 其实春之记 他一出来之后 虽然就是让一堆 巴黎的观众暴动 说你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但他也引发了另一批讨论是说 哦原来可以这样做音乐 对 可以这样跳舞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 艺术它有趣的地方 就当然你可以在同一个形式里面 追求追求美到一个极致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整个打破 整个翻过来 这个是在艺术领域里面最特别的东西 对 在运动场上比较难啦 因为好像我们就是你知道 就是篮球就是要 球要进完要得分 OK OK 就是没有 你没有办法发明自己的规则 但是在艺术这里 它是个专业的记忆 但是同时你也可以发明自己的规则 这是他们一人的地方 OK 那春之记呢 也是因为它这么的特别 所以它后来其实 启发了蛮多作品 像是华特迪士尼的幻想曲 它的动画 还有包含星际大战 以及Final Fantasy VII 它的很多作曲 其中的作曲家 其实它都有出来说 它其实受到春之记的启发啦 那以往我们看到的春之记 都是你知道一大群舞者 对 因为它是献祭 它是献祭 对 一定要一群人 一定要一群人 不然你就玩不起来 对 要把某一个人推上 你知道断头台还火台 有没有 这种 但是卡勒凡这一次的作品 是独舞 所以我才会说 它是一个人的舞龄 那音乐上呢 则是搭配春之记的双钢琴版本 所以试图在比较极简的配置 突破传统的演艺方式 去找出有别于以往的激情与能量 我们先来聊聊卡勒凡好了 它是西班牙的佛罗明歌巨星 听说家学渊源 它从小 大概五岁的时候就上台了 哦 它可能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啊 那个佛罗明歌的节奏 那个节奏就会在 那个医生听胎音的时候 就想说 这个节奏感蛮好的 这个宝宝 对 而且听说呢 它其实打破了佛罗明歌舞蹈 既有的肢体跟线条 所以它一样也是一个 企图在传统 因为佛罗明歌毕竟是一个 记忆悠久的舞蹈的类别吗 所以它也是企图在这个类别里面 打破传统 所以呢 大家可以 有印象的话 其实它2017年 曾经来台中国家歌剧院 演出黄金时代 所以这是它大概 回为几年 就再次来台湾演出 然后带来比较特别的春之季 那这一次的双钢琴版本呢 是台湾的两位双钢琴的乐手 陈昭惠跟蔡世豪 他们两位其实本来就一直在合作 双钢琴与四手联坦 那在我自己的看来啊 我觉得啦 可以把这支舞座想成什么 你可以把双钢琴 想成是两个人 他们可能是神啊 或者是魔之类的 那钢琴是他们的魔杖 音符是他们的咒语 所以就会有一堆音符 就像是咒语一样 在空中飘来挡去 所以就是卡勒凡呢 他以一人之之 去立刻双钢琴的邪教组织 如果情侶是魔音的话 喜欢钢琴的观众 在这时候我就 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钢琴 你感觉好像可以站队 有没有 看你要站哪一边赢就对了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那在他的舞台配置上 我觉得他也有一些些特别的地方 因为他虽然是一个人的独舞 但他的地板非常的忙碌耶 我想要稍微先回到卡勒凡他 家学渊源这一块 那如果你一个人从小 就是在富朗民歌的环境长大 在这个情况底下 要开创 其实是特别困难的 我觉得在华人的世界的大家 尤其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特别是做吃的啊 那个爸爸妈妈要传给小孩有没有 他都会说这个味道你不能变 千万不能改 这个配方千万不能改 我们祖宗就是这样子穿 千万不能改 然后你也不能说我要做调理包 让更多人吃到 不行 类似的 就是丢了我喂家里面不可以 所以在艺术上其实也是一样 说当他是来自一个富朗民歌的家庭 而他要开创的时候 特别考验他的艺术眼光 特别考验他的舞蹈技巧 是 也特别考验他的抗压性 这个是真的 然后我觉得卡勒凡他做得非常非常好 因为在这个作品 我刚刚有说他对我来说 是一个王者之风的作品 那金布兰凯也提到说 这个作品有双钢琴 就两位音乐家跟一个舞者 当他舞者站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王者在临的感觉 自己那个底下感觉 脑海里面自己会出一个字幕 王者在临 那回到你刚刚说的 先弹音乐好了 钢琴跟舞蹈 因为富朗民歌本来就是一个 很节奏的舞蹈 就是他原本来跳的时候 他的脚步 他的手就是会发出声音 这个特色是这个舞蹈原本的特色 那在春之记又是一个很强的音乐 然后以钢琴来说 就像你刚刚说的 放在上面你会觉得 舞者在 音乐家在 然后音乐跟声响 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对 而且如果大家有熟悉春之记的曲子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拍数长得很复杂 没错 比如说他可能 这下子是三拍 然后接着 换七拍 然后八拍九拍 可能再回到四拍 他不像我们一般听的那种很和谐的巴洛克音乐 可能从头到尾就很轻盈啊 优雅啊 对对对他没有 甚至他还有一开始就会有那种什么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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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的这种 我每次只要听完春之记之后 大概隔天一整天 脑海里都是这首歌 而且这有趣 因为你如果是听了 比如说蔡依林的歌 然后脑海里的蔡依林的歌 你是不是可以唱出来 但是春之记又很难唱出来 就是会在脑海里 但是又唱不出来 是一个很神妙的感受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对好 那我们回到刚刚提到的 就是佛朗明歌 其实是节奏很明显的舞咒 然后钢琴 然后再加上春之记 本来就是一个节奏非常强烈的作品 那他除了跳佛朗明歌之外 刚刚有说 他的舞台编制上面 其实蛮有趣的 对没错 他在舞台上其实 散布着各式各样 质地的平台 可以说是平台 对对对 然后那种质地是有木头的 有木头的 然后有碎石头 或是碎砂这样 对对对 然后甚至还有不锈钢的高台 你本来想象说 你家里的厨房 可能如果不锈钢钢台 高台的话 拿上去 对就拿上去 然后他就在上头踩 然后呢 另外呢 还有配置非常多的 收音麦克风 那其实卡特凡 他过去就一直在尝试 在不同质地的地板上面 跳舞 或是打鼓 对我用打鼓 他不是用手打鼓 他是用身 他用他整个身体 对 他整个人就是鼓的意思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超级忙碌的 一人乐队 然后一人舞者 一人舞团就对了啦 所以是真的 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 我觉得更特别的一个是 通常佛朗明歌 会穿那种 佛朗明歌舞鞋 但我发现 他好像不单单 只是穿舞鞋条 他有穿一个拖鞋 他有穿拖鞋 那看起来很像 保雅买的 豹纹毛毛 对 豹纹毛毛拖鞋 对 是是是 然后他也有打赤脚 对 踩 然后虽然说 我都一直在想说 他脚不会痛吗 我觉得 这支舞的评论 大部分的评论 都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卡勒凡 他会说 他身体的内在就有节奏 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看 看知名的演员演戏 有时候我们会说他 梁朝伟 天生就有戏 有吗 对 像卡勒凡 他就是 他身体里面有节奏 即便他 就算他没有发出声音 你看他的动作 他也是充满了节奏感 是 所以他那个节奏感 是从内而外 散发出来的一个 一个节奏感 然后配上 这个春之记 这个音乐 我觉得要以一人 一个舞者 然后来 单挑春之记 还真的非他不可 除了像这样 身体的能力 像这样子 一座眼光的人之外 我很难想象 有任何人 可以一个人 要单挑春之记 因为我们所收知的春之记 不管是哪一个 编舞家版本 他一定都是 多人的舞者上去 是 因为他的故事就是 在一群人当中 要选一个人出来献祭 所以一定要多人 是 单人来做的话 就变成是 他首先 他必须要解决的事情是 一个人 要怎么献祭 这个是他 艺术上要解决的事情 然后 卡勒盘就是 很聪明 这是可以讲出来的吗 会爆雷吗 可以讲出来吗 应该可以讲 大家如果没有想要听的话 你可能先mute 大概两分钟 他的做法 非常非常的聪明 就当我们以为说 他一开始跳 春之记 然后到了献祭的时候 他会更激烈的时候 我可以讲一点点 没有 他就是拖一把椅子 坐在椅子上面 非常非常聪明的 处理的方法 然后透过 他有一个 类似反高潮的做法 坐下来之后 铺一个长裙 然后 从下半身的动作的重心 改成上半身的重心 去诠释那个 被献祭的感觉 是 非常高潮的技巧 非常佩服 而且是因为多了那个黑色的长裙 所以你会发现他在 maybe上半场 他踩踏的那些声音 他就会多了一层 蒙住的植地在里头 对 所以他可能即使跳的是 相同的舞蹈动作 你听到的声音的那个质感 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 而且 除了听到的声音质感不一样之外 因为他踩踏嘛 他是很用力在踩踏的 所以相关的裙摆 也会跟着抖动 还有飘动 那个视觉画面 其实跟我们一般以往看到的佛老名歌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而且我还想要再补充一个小小的点 因为以这个作品来说 观众 比如说我是观众 我已经知道他要读武春之记 我就会特别想知道他要怎么出来 就是你一个人 我现在要跳春之记咯 我一个人要出来咯 这样不会很干吗 就是如果你处理不好 就会超干对不对 大家注意的很聪明 他一开始就是他斜堂在舞台上 然后跟一个拆了一半的直立的钢琴 所以他一开始呢 就是用他的身体去播那个钢琴 发出一些声响 所以他大概演出的前两三分钟之内 去建立那个我的身体 发出来的声响 然后跟我桌上的物件的声响 先建立那个关系 然后才进入春之记 这个我觉得在艺术上 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是是是 他优秀艺术家的做法 对对对 他不会就是一来就大辣的出来 就直接出来说 来了春之记我要跳咯 这样子 对这个就有点 对就有一种就是慢慢的 就是zoom in 他先建立那个作品的前提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观众 可以跟着他的身体 然后跟着春之记的音乐 一起这一趟旅程 是的是的 那也因为他有非常多的 不同材质的平台 然后他踩踏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速 所以他更透过他的一些技巧 比如说去敲击刮叉 还有滑行等复杂的节奏 去跟两位钢琴家 说实话我个人没有很 prefer用对话这个字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在比拼 你想要用对打吗 对 除了对 尤其说对话不如说对打 就很像星际大战里面的光剑啊 你知道光剑平常不在用的时候 是可以收起来的 对对对 当他开始要对战的时候 会这样 然后出来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 这个force 这个力 原力在空中 就是激荡 就是也有点像这个演出给我的感觉 是啊是啊是啊 那你还是也可以看得到佛老明哥的 蛮多元素在里头 比如说他还是会有拿小小的想板 对 但是只有手指大小 小小超小 迷你 对对对 因为一般想板都会是要一整个掌心 有他就是小小的 然后身体他是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会拍打他身上的四处的肌肉 然后创造出不同的声响 然后搭配他的脚的声音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视觉跟听觉都还蛮能够获得满足的一个作品 而且延伸来谈一点点 因为台湾大概过去十年来 常常在谈跨界跨领域跨界跨领域 在我们在做跨界跨领域的创作的同时 需要思考的事情是什么东西是不能丢掉的 嗯对 对就是我要从芭蕾跨捷舞 或从街舞跨大佛老明哥 你可以跨 但什么东西是不能丢掉的 你基本上的底蕴还是要在 对 还是要把持住留着 像这次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哼 即便他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佛老明哥做那些东西 可是他就还是佛老明哥的舞蹈 嗯哼 所以他把它完全 绝对不能丢掉的东西抓得很好 呈现得很好 并且在上面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尝试 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尝试 啊OK 那其实过去啊 卡勒凡曾经跟阿克朗 有过双人舞叫做陀罗巴卡 那两个人其实都制造出很强烈的节奏 彼此沟通冲撞 甚至是挑衅决斗 那个时候卡勒凡呢 跟阿克朗合作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可以摸得到 有没有 抓得到的人类 是对种 现在没有 对 现在就是面对没有实体的声音 春之忌 那种感觉就像是 他不是跟人斗 他是更高一层level的 可能是自然 可能甚至是我们看不到的神灵 去决斗 好 那我们讲完了卡勒凡 接下来呢 要聊了这个团队 来自比利时 那如果你是熟悉舞蹈的朋友 你应该会知道 这个国土面积比台湾小 比利时比较小吗 真的吗 比利时比较小 真的哦 对对对 比较小一点 我有去查 失敬失敬 对对对 然后人口也只有台湾的一半 因为台湾人口密度很高嘛 密度高 好 但比利时很恐怖的是 他是超级舞蹈大国 没错 他超级会产出国际舞团 跟厉害的编舞家 那来自于比利时的编舞家 有很多 其实都有来过台湾演出 那我举几个例子 包含比利时终极芭蕾舞团 比利时当代舞团 还有罗莎 对对对 那当中的比利时当代舞团 他就曾经孕育了 台湾观众很熟悉的 希里拉比 跟Damian Jellay Damian Jellay就是去年 在歌剧院 有一档演出 他架了一个 34度的大斜坡 在那个 在大剧院吧 大剧院对 对就是瑞典哥德堡 Ski的那个编舞家 那他同时呢 就是比利时当代舞团 他还孕育了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这个团队叫做 偷窥者舞团 批评唱 好那这集Podcast一开始 我就用了一些词 来形容偷窥者舞团 我说精致怪奇 直探人类的危险心灵 然后还说他会爬进 你想象不到的 超现实世界 听起来好像有点恐怖 好不用担心 舞团不会吃掉你 但你会觉得看 这个舞团的作品 会有一些深层的欲望 被揭露 潜意识不想被发现的 怪物似乎被释放 就是你看那个画面 会觉得说 他长得好奇怪 好像有点恐怖 有点恶心 但你又很想要 继续看下去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对好 讲得很玄很神奇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天团是怎么形成的 好 批拼唱呢 其实是2000年成立 那两个创办人啦 他就是来自于 比利时当代舞团 那就是一位男性 一位女性 然后呢 他们两个其实还蛮厉害的是 他们都曾 他们两次获得 英国Olivia Award的 最佳新舞蹈制作奖 然后他的作品名称也很有趣哦 比如说他2015年得奖的作品 叫 范登布莱登街32号 就是他们 是他家住址啦 就是他家地址 他家住址 就是两个创办人 在比利时的地址 如果我编的话 就会是台北市郁门街1号 就办公室地址这样 是的 然后舞团风格呢 我们来聊聊Pimp Town 你要怎么形容 这个团队的风格啊 我觉得Pimp Town的风格 大家如果有使用Netflix的话 你如果常看某一个类型的影片 然后会推荐给你的类型 像我就是喜欢看恐怖片的人 所以我每次打开Netflix 他就跟我说 婉容这个你可能会喜欢 然后底下就是悬疑紧张 令人不安 猜不到结局 所以对我来说 他的东西也是像这样子 悬疑紧张 令人不安 重点来了 是猜不到结局 你没有办法想象说 等于下一个画面会出现什么事情 下一个会出现什么事情 那在剧场里头 这件事跟电影又不一样 因为电影可以剪接 我可以透过剪接的方式 去让一些奇形怪众东西突然出现 但剧场你没有办法 这样子 所以剧场就是考验的是 他们在纵观全局 整个画面上调度的能力 才有办法做到这个 令人不安的 猜不到结局 悬疑紧张这样子 那这两个人 他们本来都是舞蹈天的 本来身体都非常好 对 他们的身体是舞者出身 所以他们就是很善于 他们很知道说 舞者的身体放在舞台上 也有哪一些可能性 那为什么他们在叫 批批唱我们 这个有点有趣 这个我好想知道 他们说他们 这个常常在街上 就是会观察路人 怎么吃饭 怎么喝咖啡 怎么拿手机 怎么聊天 所以他们看一看去 就是他们很爱观察路人 有一天呢 他们就说 我们两个这样子 好像都在偷窥人家 不然舞台就叫做 批批唱 就这样 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这样来的 藉由观察人类的行为 做人间观察来的啦 没错 好可爱的两个人喔 好 然后这个团队也很有趣 他们很爱做 三部曲 我们先晚点再说说 我们现在的密室 三五座三部曲 他们之前其实做过 两部三部曲 比如说第一部三部曲 叫花园 应该是说它的名称啦 就是花园客厅跟地窖 对 就是这不同的区域 其实都是一个家的 不同区域嘛 所以表演者在 不同的空间中 就讨论自身包袱 家庭的规律 以及社会的窖条 那其实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是 客厅的那一个演出 他还带了他的女儿一起 喔对啊 很棒耶 非常的有趣 那另外呢 在2018年 他们也曾经到过 台北国家两厅院 就是做了父亲 对对 但是其实父亲 他是三部曲的 其中一部曲 他还有母亲跟孩子 所以母亲跟孩子 是没有来过台湾 是没有 只有父亲 对我记得是 只有父亲来过而已 所以这一次歌剧院 非常大手笔的 把另外一个三部曲的 三部都带来了 好我们来聊一下 密室三五座 我觉得在想聊 他的三支五座之前 我们要先解释一下 他的英文名字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这很重要 好 密室三五座 这一次他的英文名叫做 Tripting 三连话 对 我们要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三连话 因为这个字 其实就是三者 就希腊话 三者嘛 三连话就是 我是忘记这次Podcast节目 我现在用手在比 忘记听这种朋友 看不到我到底在比什么 就像是 像是双开对开的卡片 这样子打开 然后左边有一幅画 中间有幅画 然后右边有一幅画 那通常中间那个 是会比较大 对 所以三连话 它通常在 在艺术上面呢 是通常 通常都是跟宗教有关系的 因为它可以放在祭坛上面 所以常常会 那后来 在文艺复兴之后呢 那这件 这个画就变成 富商啊 有钱人啊 就想要 我也想要一个放在家里 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蛮 不能讲蛮有趣啊 就说它是一个 约定俗成的 绘画的形式 叫三连话 所以这个三连话 它三个画面 会唯有关联 但是三个画面 如果你要把它单开来看 拆开来看的话 它也会成立 这个是三连话的重点 OK 那为什么它叫这个名字 因为接下来的这三个舞作 你拆开来看 它都很好看 会成立 但你合在一起看 你会觉得 好像彼此间 他们到底是前世今生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还是多重宇宙呢 I don't know 大家可以自己解释 好 密室三舞作呢 它是由三个作品组成 那一开始 这三个作品是为荷兰舞蹈剧场编的三个短片 分别创立于2013年到2017年 那后来编舞家就把这三个作品抓回来 重新整理 所以三个作品都有自己独立的设定 但是又会觉得好像相互有关联 对 好 那这三个作品呢 因为这一次它就顺序是这样子 就是消失的门 The Missing Door 然后迷洋的房间 The Lost Room 还有隐藏的地板 The Heating Floor 那在介绍这三个作品之前 先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膀胱够有力 这很重要 可以联系来看幻景是不是 对 你是说要讲这个 对 我要讲这件事情 对对对 先跟大家提醒 因为每一个舞作中间 它都会有幻景 那目前歌剧院的安排是 第二景跟第三景 会放大家出去尿尿 OK 中间 对对对 那就是固定的中场休息 所以一二中间的幻景 你一定看得到 但二三其实也很好看 我拜托大家 真的如果你膀胱够有力的话呢 就是留下来看好不好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听众朋友 可能很难想象 什么叫做幻景很好看 那幻景不就是工作人员上来 然后就景下去 然后心底上 还是有什么好看 他们因为他们是三联化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三联化就是像一个 对折打开的卡片 这样子 幻景就是那个中间折的部分 对对对 折的部分 他也是三联化的其中一部分啊 哦 所以他并不会把这个作品断掉 是 在幻景的时候呢 他会让你看不出来 现在这些上来的黑的人 是幻景的工作人员吗 还是他们是新的角色呢 如果只是要幻景的话 那为什么前一个 前一个景的舞者都还在台上 对对对 还在那个演出的状态里面 是的 那现在这个舞者 他脸朝下被拖出去 是为了要幻景 还是是故事情节的需求呢 是的 所以他连幻景的部分都有设想到 这也回应到这个 这个创作团队他们 你刚说他们很常做三部曲嘛 对对对 很常做三部曲的艺术家呢 通常好 通常就是他在构思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宏大的想象 然后单做一支 没有办法容纳 他的想象 就是要做三支 所以这个也可以反映在他们 在幻景的构思上面 他是全部都想好了 OK 然后全部都规划把它做出来 好 那我们在宣传上面可以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段话 但是其实我觉得 观众朋友可以自行去拼装想象 他事实说 比如说一开始你会看到 服务生卖力的在擦拭地板上的血跡 然后有一艘远洋的客轮 即将经历神秘 不安静的夜晚 所以旅客会满怀希望的要出航啊 却迷失在三个被自然力量接管 无法逃脱的神秘密势力 但他们到底是不是在邮轮上 说不定也不一定是在邮轮上 我自己觉得是 因为那个窗户是圆的 OK 因为通常只有在水压比较大的地方才会去远 是远的 因为方窗会有压力的问题 我懂我懂我懂 然后另外就是三段的角色人物 你会发现他们都一直出现 对 但他们真的有关联吗 是不是 猜不透是不是 真的是猜不透 再加上他还是会有一些持续输出的电子声响 探照灯 所以你会想说到底我现在场上看的是谁的故事 没错 其实我一开始看我觉得 从第一部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是白衣女子的故事 那 但是到第二部的时候 真的是她吗 好像不太对 就你会开始想说 现在我到底在谁的脑袋里头 是 我是透过谁的眼光来看这一切 对对对 是现在还是过去 还是即将发生的未来 或者是我甚至想到有一部电影叫做 入侵脑细胞 有点久之前的电影 你也 对 你看到我的眼神 但是那是很好看的电影 是我最喜欢的演员 珍妮佛洛培茲 她很棒 她是入侵脑细胞 她是有一种就是观众 进到某一个人的脑袋里 去偷窥案发场景的情形 就也刚好说 这两个创办人 他们很喜欢去观察人间 对对对 但因为你的记忆 或者是你在脑袋里面的东西 是没有百分之百准确的 当下啦 就是你回想的时候 所以会有很多情节 没有那么合理 我想要稍微暂停一下 谈一下合理 就大家如果在 有没有做过做梦的时候 在梦里面发生任何事情 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很合理 就很少有人做梦的时候 觉得等等 我在做梦的时候 太不合理了 重来没有 对不对 其实这个秘词上 我说也是 OK 就是 差点要爆雷了 差点要讲出来 就是有一些画面 你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理性上来说不合理 可是当它放在 它作品的脉络里头 你会觉得是很对的 有点像你刚刚讲的 入侵脑细胞的概念 在脑海里头 当我们做梦的时候 你很少在梦境中 觉得自己不合理 都是事后回想 觉得不合理 对啊 像我常常做梦 梦到我可能忘了穿 下身的衣服 然后就跑去上班 这也是你觉得不合理 对不对 但是在梦境里面 只会觉得 嗯 怪怪的 但我会继续看下去 那你的梦还算正常 我以前都常常梦到什么 球队的 球队的同学变成章鱼 然后 就是 就是跟那一只大章鱼 在打羽毛球 哦 在梦里面 你还是觉得很合理 因为章鱼是有羽球拍啊 就是 但是习惯后觉得 蛤 怎么会 那他这样很容易打输诶 章鱼有好几只手 他可以拿很多只羽球拍 对啊 没错 没错 好了 我们扯远了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聊聊 他的秘识三无作 是哪三个 第一个作品呢 是The Missing Door 消失的门 呃 这边的一些宣传 是写说 他像是一个将死之人的 最后一刻 因为如果你仔细看 从一开始 一路看到 第一只宣传的尾巴 你会发现 他好像循环了 对 他好像回到 一开始的第一个 那个动作 那 因为刚说啊 这些情节 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 那我除了说是 觉得情节上不合理 我一定要有人 来执行这个不合理嘛 所以我们就要来聊一下 那些令人惊呆乐的 舞蹈动作 没错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谈说 这个作品对我来说 是奥运金牌等级的 是 然后是剧场里面的 这个影像 呃 现在大家大概都会看 很多电影 我们这是个影音的时代嘛 那 大家应该会蛮熟悉 如果我们的动作 在影像里头 被快转 OK 的那个样子 哦哦哦哦 或是被快转 就比如说我跑步 然后被快转 或是我打羽毛球 然后被快转 大家有这个画面 对不对 在秘诗上 我做的第一只 这个作品里头呢 他们就是 纯靠肉身的技巧 去做出那个快转肢体 的感觉 是 所以他等于是 纯靠肉身 去做出那个电影感的感觉 哦 那他不只是做快转 他还可以做逐格动作 就是一格一格 比如说电影 我会一格一格一格的 去隔放 对不对 他也可以做隔放 所以在 或者是他可以 纯靠肉身的爆发力 去做出一些跳跃 让你觉得 他是不是有跳 他是不是有掉钢丝 哦 所以第一只作品 他等于就是展现了 他们真理的技巧 嗯 然后包括你刚刚说 这个有一段 有一个女生 他用脚背在走路 哦 是不是有看到女鬼的感觉 对 我有一种 来大家 而且我看那一段 资料影片的时候 我真的有试图在 我自己的房间 试试看 我看我能不能凹着走路 我无法 完无法 因为他核心的控制 要非常非常强 对我一秒都不行 我也是一秒都不行 然后他可以用 就是把脚弯起来的 那个方式 然后走路这样子 非常非常 对 就是会怀疑他是 嗯有掉钢丝吗 还是没有 他跟他们身体训练的 就是核心力气非常强 对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 比如说像现在啦 我穿高跟鞋 很容易拐到 拐到脚 对对对 那里头你会有一段 你会看到他一直拐到 故意拐到脚的那一段 对我都觉得 哦好痛哦 你到底是故意拐到 还是你刻意要表现拐到 当然他是一定是 刻意要表现 但他那个拐到 是一整个就是 你好像脚真的会翻过去 会觉得哦 突然好像肌腱断裂 还是什么断裂的那种 因为这件事情 男是男在 他要让你觉得 他让你不确定 他是故意的 还是不故意的 是 所以他没有做得太夸张 对对对 可是他做得很自然 自然要让你猜不出来 他现在到底是 miss掉 还是 这就是他想要的动作 非常非常厉害 又或者是说 他会有一个女舞者 像是家具 或者像是牵线木偶一样 被另外一位男舞者 移来移去 我必须说 我初次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 我是 那时候是在YouTube看到 然后是 NDT 应该是谁跳的 孟科 我孟科 对他跳的版本 然后我想说 天哪 你到底那个时候是 你被吓药了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你是不是被吓药了 我有看过那个版本 对 所以你肌肉僵硬 你没办法动作 但其实不是 那个就是舞者 舞者是他的自体的控制 他的能耐 所以the missing door 是这个部分 那the lost room呢 就是他的第二 第二个舞作 叫做迷样的房间 他其实是又聚焦在 角色的内心世界 没错 所以你会看到服务生 他会有一个年轻的服务生 跟一个老的服务生 他们可能彼此 会有一些些碰面 或者是思绪的交错 但这边的场景 他又更诡异了 我觉得 他就是变成红色 对 变成红色 因为场景一开始是 蓝色的房间 蓝色的 对 它变成红色的房间 红色的密室 其实蛮多恐怖片都会用 而且要暗红色的那一种 对 就暗红色 让你觉得这个红色 它原本就是红色的吗 然后它有一些有趣的小技巧 比如说灯会突然间自己动起来 啊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人滚在 滚滚滚滚到柜子后面 对对对 就消失了 是 就不见了 是哪里的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你可能打开衣橱门 然后就有一堆人从衣橱里面倒出来 对你把它想成那个衣橱 可能是你塞满了 maybe上百件衣服 然后打开 然后衣服铺向里 他那个人倒向里的概念 就是衣服铺向里的概念 或是第一次打开窗户的时候 外面是海 或是外面就是外景 第二次打开窗户的时候 变成一个柜子 对 所以这个房间就再也没有窗户了 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出去了 对我就出不去了 对我就要被关在这里 是的 然后它有一些我觉得很可爱 我觉得第二部算是 虽然说时间很扭曲啦 然后场景很诡异 然后感觉很像 之前住在这个房间里面的 maybe所有房客的记忆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但它还是有一些很可爱的桥段 这边呢就会提到我们 这一次有一个台湾的舞者 是鱼腕 腕轮 对对对 它里面就有一段 因为它会 因为它在邮轮上面嘛 那后来邮轮就是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它会东西鞋 外会倾斜 所以你就会发现 腕轮用很可爱的方式 东倒西歪 而且它倒的方式是那种 有一点点漫画倒 或者是动画倒 就是它倒的时候呢 它会倒得很细菌性 就是它是女仆嘛 对 所以它翻过去的时候 是会露胖子的 胖子是内裤 哈哈哈 然后脚会碧漆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会觉得 怎么会这么的逗趣 但你又会 虽然说它不甚合理 但你又会觉得放在里头 就是这个故事情节 又很自然而然 所以我觉得这个延伸到我想要讲的重点 就是说我们第一场 第一场 第一支舞座我就谈到 它的电影感 它做快转 对对是是是 到了这一支舞座 它们有一个更深的挑战 就是挑战重力的感觉 所以你要在平的地板上面 对 做出来仿佛好像地板剧烈倾斜 你滚到一边 对对对 这件事情就是要靠技巧 嗯 靠表演 是的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蛮不容易 对 因为它们从一开始是速度 对对对 然后到这一个舞座 就是是重 也不能讲挑战重力 就是表现反重力的一个肢体的呈现 是的 所以第二支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又更厉害的一个状况 好啦 所以我们就看过了第一场 跟第二场演出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第三个舞座 它来到一个 我觉得很厉害的 淹水的老旧船舱舱舱船 没错 换成淹水 是的 好 为什么是船舱呢 因为在一开始 就会有一个很直白的暗示 就是地板会有一艘模型船驶入 然后敞灯案 你就会发现 好 要做事了 要做事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第三支舞座就叫做 The Hidden Floor 就是隐藏的地板 好 那这部分呢 它会更明显的告诉大家 其实自然的力量 已经接管了这里 所以这个船舱的餐厅里头是 你知道是废弃的 然后已经有水淹进来了 所以里头的舞者 全部都湿零零的 他就会被 无形的强大力量给控制 那在前两个舞座出现的人物 其实都会在这里出现 但你会发现一件 很神奇的事情 他们怎么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是时间过了很久呢 他们被困在 被困在这里 困了60年的感觉 对 就是走不出去 就是走不出去 对 而且我觉得 它会让我想到 之前诺兰的电影 全面启动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电梯 对 因为它有一个电梯 然后观众好像会跟着 里头的某一个女子 就是搭着电梯下楼 或是上楼 然后去看到 每一层船舱的状况 我补充说明一下 就说 刚刚吉尼布兰卡提到说 跟着舞者搭着电梯 上楼或下楼 但我要说明的事情 其实我们舞台上 是没有伸张电梯 没有 它是靠灯光设计 去让你有一个感觉 它下了一层 又再下了一层 对对对 又再下了一层 它是个很聪明的设计 我很喜欢这个设计 大家如果去看演出的话 可以特别注意这一点 对 特别关注这边 然后在这一段 我觉得舞者的 中邪的程度又更高了 哈哈哈哈 刚刚那一段 他们还就是 穿还是衣冠楚楚 对对对 这里就衣着就破破烂烂 然后大部分的时候都 爬在地上 然后随着她 这个白衣女子 她会搭电梯下楼 每下一层 那个其他舞者的衣服呢 就会少一点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想说 现在是一个 要下地狱的感觉吗 就地狱B1 地狱B2 地狱B3 就火烧 我还真的 讲到火烧 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 你有想象说 用舞者 就是活人的肢体 然后去 形塑成 因为熊熊火焰 而燃烧变形的躯体吗 在这里 你真的可以看得到 而且你会觉得说 怎么可以 这么像 我也没有看过 真的被火燃烧的躯体 长怎样啦 但至少你会知道 他们比如说 假设如果有两个人 他们同时间 被烈焰灼烧 那他们可能 他们的皮肉 是会连在一起的 然后他们可能会 痛苦地挣扎之类的 所以你会 从舞台上面 就感觉到 那些人在呐喊 然后你会觉得 那个好像真的就是 他们经历过那样子的痛苦 因为这样三支舞作嘛 第一个我弹的是 他们用身体做速度 第二个我弹的是 他们用身体做重力 第三个作品 他对我来说 是他们用身体弹 经历 就是经历的火烧 经历的水烟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角色 他在餐桌前面吃东西 然后他的设计是 他有四只手 就是另外一个舞者 躲在底下 把手伸出来 这样四只手 其实这是个 很简单的 视觉的呈现 简单但并不代表 他很容易 是 因为我躲 比如说我躲在座底下 然后我假装我的手 是基密布兰卡的手 这样基密布兰卡的四只手 这是很简单 大家都可以想到的方法 对不对 但是你要把它做到 让观众相信 他用四只手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跟艺术性的转现 是是是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三支舞作中 发现 他其实每一个角落 都有非常多的 事情在发生 对对对 很忙耶 很忙很忙 对对对 我常常在看资料片的时候 我就想说 他那一段 我好像missing的 他去哪了 对对对 怎么突然又离开 然后又再回来 然后又长得不太一样 所以我是蛮推荐 这个作品 可以二刷跟三刷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是的是的 然后你可能 第一刷看完之后 你自己的逻辑串起来说 好那他们可能 今天前世今生啊 或是多重宇宙 或是彼此的关系是什么 但maybe你第二次看之后 你会发现 不一样的 角落有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打破了你原本 思考的故事逻辑 喜欢解谜的朋友 也可以从这个方向去走 就说 你可以锁定一个角色 然后你去看这个角色 从哪里进去 从哪里出来 出来 然后他经历的什么 都是一些蛮有趣的事情 这样 OK 所以Peeping Town 这一次带来的密室三五座呢 其实是非常推荐给听众朋友的 因为他的作品是非常具 视觉冲击 然后所以就是透过舞者 无所不能 已经会让你看到乐的海 掉下巴掉下来的身体能力 打造不安恐惧 还有偏执荒诞的氛围 我想要微补充一件事情 刚刚我们都蛮一直在谈身体 谈视觉 对对对 是的 其实要做一个恐怖的东西 声音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 声音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声音我们比较会忽略 因为人是视觉动物嘛 你看到美的东西 就会觉得这个美 看到丑的东西 就会想说 这么丑是谁做的 但你听到难听的声音 它一下就过去了 对对对 所以如果大家进这个剧场看演出 这两支作品 包括《春之记》 是 包括《密室山舞座》 是 它在声音的表现 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那那个批批唱 我们他们两个创作者 他们自己也说 他说 曾经我以为 要做一个好的作品 75%是靠视觉 后来我才发现 75%的时间是靠听觉 角力而言 为什么这个景 会让我们觉得 它在船上 是有什么声音 可能有浪的声音 之类的 对 为什么这个景 会让我们觉得 它是一个废弃的餐厅 餐厅就餐厅啊 为什么是废弃的餐厅 所以它都有 是因为它的声音的塑造 非常的成功 然后让这个作品的艺术性 就更往上一层楼 OK OK 好 所以《密室山舞座》呢 其实很厉害的 就是它让很极端的情感 其实透过声音 透过舞台 透过舞者的能力 并存在作品里面啦 毕竟这个世界本来就 悲喜交杂 充满阴谋幻想 跟不可思议 那其实今年 《遇见巨人》系列的 《比利时偷窥者舞团》 《密室山舞座》 它有跟中国信托 新舞台艺术节合作 同为艺术节的 漫坡南海舞团 《蓬蓬》 也会在10月 在台北表演书中心演出后 那不管刚刚我们聊的是 卡勒凡的 《一个人的舞龄》 还是《比利时偷窥者舞团》的 不思议超现实意象 真的 我真的就看的时候 真的觉得好神奇 他们到底怎么做的 我到现在还想不通 OK 好 这两档舞蹈作品呢 都跳脱我们一般认知 舞蹈该是什么样子的框架 那艺术的样貌 没有绝对与唯一 当代的审美 其实也时时刻刻 被挑战与验证 所以就让我们 跟着巨人的步伐 一起迈向 未知且无限的可能 那这两支舞座的演出时间 分别是 11月15到11月17号 在歌剧院的大剧院 是密室三舞座 由比利时偷窥者舞团带来的 那另外一档 卡乐凡的春之季呢 则是11月22号到11月24号 在歌剧院的中剧院 都在11月啦 好 所以届时呢 就欢迎听众朋友们 来一趟台中国家歌剧院 一起舞出 不一样的想象与世界 那今天也谢谢婉容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我们就到时候剧场见啦 谢谢大家 我们到时剧场见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